廖辉的教练于杰对弟子今天的表现有着这样的一句总结 那就是出色的状态和神勇的发挥完全在意料之中 赛场上的廖辉的确无敌 抓紧比赛中廖辉第一把150公斤轻松举火 第二把160公斤平了亚洲纪录 第三把165公斤又超了全国纪录 廖辉充满霸气的表现延续到了停举比赛中 在成功开拔187公斤后 他已经基本将金牌收入囊中 随后他又成功举起了195公斤 以总成绩358公斤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 并超越了保加利亚选手鲍耶夫斯基 保持了十年的世界纪录 但遗憾的是廖辉之后向198公斤 这个超停举世界纪录的成绩发起挑战时失败了 为了此次全运会廖辉降了三公斤体重 能有今天一路精彩的表演 他特别感谢自己的教练于杰 因为是降体重的过程比较辛苦 然后我降三公斤 他都降了五公斤 然后陪我一起正商拿 所以说我感觉是奥运冠军 我今天我感觉我自己战胜的奥运冠军 所以说奥运冠军有一个平台感觉很高 所以人们感觉我不能输 然后今天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也是拼到最后的